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欢迎收听港台电视31和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千禧年代》 时间是8点09分,7月23日星期二的早上,我是彭德章 首先和大家讨论一下教育议题,就是小学成分市的改革 热线172311开放着等接听你的意见 小学常识科将会在2025、26年开始正式分拆成为人民和科学科 现行的小学成分市机制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有报道引述消息说初步方案里面 现在占6分的常识科将会分拆是科学科和人民科之后 两科各占4分 至于中英数主科的比重也会略为减低 另外也会新加入体育科作为成分 我们就向教育局查询,局方就说 正是就成分市相关科目的比重 进行检视和收集意见,会适时公布相关的安排 有报道引述和学界相关的消息人士就说 在局方调整的机制初步方案之中 体育科初步就是定会占2分 其中一半的考核内容就是学生的体色能测试 比如是耐力跑和养恶起座等等 至于另一半就是效本元素 包括一些体育知识和态度 如果真是加入体育科去作为成分市的科目的话 学界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电话旁边就请来新界校长会主席 亦都是凤溪第一小学校长朱慧琳 早晨朱校长 早晨 如果好像刚刚这样说 将常识科分拆做科学科和人民科之后 变为两科都要成分的科目 小学成分市的成分组合亦都会修改 昨天刚刚提到有消息 就是说教育局初步构思新的方案 提到科学科和人民科各占4分 亦都会新加入体育科去计分 以你了解现阶段关于成分市的修改 那个进展是怎样呢? 局方有没有比如说咨询你们学界的意见呢? 是 首先就是随着各科学程的改革 亦都配合学生和社会的需要 是做得调色 这个方案是好的 亦都需要在适时做这个调整 从而反映到学生整体的更加全面的能力的展示 因为在以往里面 常识科都是我叫做第四的主要科目 所以分拆成为了一个人民和科学 相对比较就提升了 这个是好事 因为在我们讲的科教兴国 国家的科技强过的发展 香港的创科中心的方向来说 其实是需要在学与教育的过程 学生学习活动方面 是作出这个调色调整的 而这个在这个过程内容里面 就是学教评的计算 就是我们在学校里面进行过教学 究竟最后出来的学生的成绩是怎样 或者表现是怎样 都要评估的 所以就是现在在学生的声中情分里面 能够将一些学生学习的内容 充分的反映是好事 同样地一些同学可能会在某方面 更加有些优点和强项 能够发挥的机会 能够更均衡地展示到一些在 例如针对科学 在科学范畴 科创 这方面我们讲的steam的教育来说 怎样从这方面可以展示到的 人民科里面也强调了一些 有一个中学文化 有些价值观 这类或者国民教等等 都能够是一个更加彰显 至于体育科方面更加是 因为我们体现到经过疫情 学生的那个体制性的水平 或者他们身体状态 其实大家加上这些很多的电子学习 或者同学喜欢打机 过于定态生活 其实身体的状态是不是好呢 而透过体育活动 一定能够提升到学生的健康状态 将来也都减低了 在社会医疗方面的负担 这是很肯定的 而是学生他又能够鼓励到多做运动 能够透过课程学习 和他作为程序参考指标 就是说是鼓励到学生去参与体育活动 而实际上看得到 无论在现在讲的科学 人民科 或者是这个科幅都 很多教学的内容 本身是有一些既定的东西 以往在学着做东西 也都是新的元素 用体育科为例子 我自己本身是体育老师 所以我之前在教学内容里面 都涉及到有本身体性能水平的范畴 也有技巧的范畴 价值观于态度范畴 所以现在它初步分成两个部份 一个叫做体生的范畴 就是报道中讲到 包括一些 我叫做人生生人rich也好 阿力介也好 或者劳力跑都等等 是一般学校已经在做的东西 教育局坊也有一些 教育做推行的 所以学界来说 普遍是有这个相关知识 或者是实践的经验的 至于校本兴核制 一般都去到我们以往的了 就是一些技巧 可能是一些技巧性的 包括球类或田径分的测试 技巧上 或者是一些价值观态度 当然了 如果学院作为校本 究竟你用一个面试模式 去测试它的知识 还是用北市 当然可以再商讨 就是整体来说 学校其实在体育课 我们在做的事 是将它摆在 现在的诚分试内容 其实是我们在做的事 当然我们都讨论过 有局方都要提出一些方案 可能有些是 未必合适做体育运动 或者本身是有些 健康上的限制 肢体上的限制 这些有什么体制方案 这个局方就提出来 所以在你说整体来说 能够更加均衡全面 能够显示到学生的全面能量 那个财量的发展 同时也都将中英数是调低了的 也都让到家长位同学知道 不要再像以前那样的 所谓死操难操 因为实际上学生 各发展的时代不同 需要不同 你都不是说还是靠个提笔的 是要多些的元素展示学生才能的 根据现在香港小学生体识能常务表 刚刚提到 比如学校已经一路做开的 比如就是手压力 坐地看前身 这些短跑 认为这十几项的评估测试 是否需要纳入在那个评估的内容 究竟是全部都要纳入 还是只是考核部分某几项就可以了 去评估这些的考核的难度是怎样的呢 去评估项目很多 是不是全部都要做了呢 实际上有没有这么多时间做了 那是一个问题来的 相信指引里面会看 假设有十样 可能它只是需要做约缸 约缸的项目已经是足够 因为要公平 假设你全级都考同一样东西就OK的了 不要说A就考格 B就考越 这样就未必 而是一致性 而它的成分就像音乐 像是校本的成分来的嘛 所以就说 其实只要学校自己一致 一定是有先输入 就是先要教到学生 知道是有些要求 是怎样做 接着就经过他自己的诀念之后 学校的诀念之后 他再去做平衡 那很公平之下就OK 就必须考读十样的 可不可以说一下 现在就是小学体育课时的要求是怎样的呢 是一个星期多少课 譬如上多久的呢 一个星期 一般我们的两节 他们视乎一个时间 在继续的百分量 我要看才知道 但是一般我们基本上是两节的时间 可能是三十五分钟左右 有些可能会多一点 而回来我自己的学校 就是未来的一二年班 都会增加多一堂的体育堂 其实我们鼓励学生多做运动的 就是普遍 普遍来说 普遍来说香港的学生 我看活动的时间不够 普遍 另外就是教育局推荐的MEPA60 就是鼓励学生 每天做这个60分钟的运动 包括一些行路啊 慢跑啊等等 其实就是推荐着 鼓励学生做运动这个习惯 但是很重要的 这是一个意识来的 如果从小 已经培养了做运动的习惯 它是中心会做运动 亦都是对它个人 和社会都是好事来的 嗯嗯嗯 但是说譬如要用考试 情分的方式去培养他们做运动呢 有些的议员就担心了 譬如不同的个别学生 可能他们先天的体质差异是大的 又或者先天有残缺 又或者肥胖等等的问题 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个压力的比较呢 令到学生 譬如去勉强夹硬做某些个项目而受伤 又或者是蓬佩斯间有自卑 那有些议员就建议就说 根据学生的进步程度去计分而为考核 这个会不会都是你同样会担心出现的情况 我知道我也提过的 每个人的天分有不同能力有不同 也有考虑到学生不是个个适合做运动 或者是肢体相残的限制 这个事实存在的 那我都期望局方有个替代方案 怎样去做个调色 等于平时的报分我报三次分 总有机会有些学生 可能因为某一次的考试 成分时期他病了 是不是他考不了 都有这个调色的方案 所以呢反而我提到一件事就是 做运动是不是好 无论他身体质素是怎样 没有肥胖有好手术也好 或者他有没有肢体限制到 做运动肯定对他身体好 这个概念很重要 而量他们是怎样去做 量多多少或者训练的程度 等于很简单 在学校里面有音乐 有试艺科的成分 有些同学试艺很棒 有些音乐很棒 我自己这样 我五音不全 那我的音乐科 我自然会比较差了 是不是 那就是说 有同学就会是这样的了 有同学就会比较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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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自然就你这些 我已经说了 多元的评估 当然的评估 就更加能够 普障地 客观地 呈现到学生能量 一定每个项目都有个差异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说鼓励学生做运动 他又没有一些 因为某些限制 而有些提导方案 我觉得是需要的 譬如如果学校需要 将更多的科目 譬如成分 都需要多一点的人手 譬如体育课时 譬如刚刚你提到 一二年班已经开始增加体育课 体育老师的人手方面是怎么样 譬如去评估学生状况 可不可以考到市 或者会不会都需要一些医疗方面的指引 或者准则给他们呢 我们学界 从学初 必然会对学生健康状况作为一个调查的 有没有什么假设隐疾 或者他有没有什么疾病 或者什么疚伤 是有记录状况 还有如果学生期间有疚伤 有疾病 是都会申请潑恋 或者因为都会不要让他上課堂 因为照顾学生的健康需要 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 究竟我怎样令到学生可以是 循序漸进地学习 而是刚刚讲学教评的嘛 有个知识增长的技能增长 就是再去做这个评论 我相信在我们平时的课堂的指引 我们的课前安排之后呢 去给学生去参与 而老师方面是辛苦 为什么呢 因为老师是除了我们课堂的教学之外呢 我们也要创造空间给他在课前和课后呢 可能尽量刚才所说的一些体能训练 或者体育活动 当然我们也要讲一句 能够创造空间 让他参与体育活动 他能够生产力提升 假设一个肥胖的小朋友 他经过参与体能训练也好 活动也好 慢跑也好 他真的身份的机能提升了 他的脂肪度也降低了 是好事来的 而透过国内用MVPA60 就是鼓励除了在学校以外 他在家走那些路 不要乘搭车 这样是一个好事 令到学生的精神状态提升 健康重大提升 也提升了精神状态 是对他学习有助的 以您所知 现在譬如家长学生 参与一些课内或课外体育活动 譬如陆运会这样 他们的热冲程度是怎样呢 譬如如果有不同的研究都指出 学童肥胖是一个问题的话 是否反映他们现在的 参与体育的刺激度是不够呢 肯定看到 刚才我提过 尤其是疫情 是否更加影响到小朋友 参与体育活动 户外活动的机会少 当然我说的体育活动 一般不只是扣在体育堂 课前 课外 家人限时 或是星期六天 带他们去档 去户外 郊野 行山 踩着行车 都是体育活动来的 我们要让到家长之路 你要为自己 家长自己 为你的小朋友 创造空间 去做多些活动 出身汗 做一些分散一下 移动一下肌肉 其实对小朋友成长有帮助 它有协调性 它跌倒机会也少了 是否身体机能好 不要坐在那里 碰冷气 这样就会出汗 之后 它那个 血液循环 这个其实呼吸方面也有帮助 这是肯定一件事 也要让家长知识 体育活动对个人绝对有好处 对整个社会有好处 好 谢谢主位林校长跟你谈到这里 主位林校长就是新格校长会主席 也是凤溪第一小学的校长 187231 欢迎你们发表 就是关于小学成分史改革的机制 另外一位嘉宾就是跟我们谈谈 是立法会议员朱国强的 早晨朱国强 早晨 早晨 对于修改成分史的成分组合 你的意见是怎样呢 教育局有没有开始 譬如咨询你们的意见 贊不贊成 譬如说南入体育科去成分 其实当局是咨询过 不同地区的前线校长 就着那个方案 其实各个校长都有不同的讨论 关注点都不同 我自己就比较关心体育科 立入成分史 和科学科的平时分的比例 好 请讲 如果譬如体育科 刚刚讲过 是包含两大范畴的 譬如体色能测试内容 也都是一些譬如 关于体育知识 或者学生的态度 你自己的关心的地方是什么 体育科列入成分史 那个理念是出现好 但是学生的先天质素 就是身体质素 就差异比较大 或者有些学生的先天 就有些残缺 或者悲观的问题 或者长期病患等等 计分其实是可能对他们造成压力 和比较的 会令到某些同学就勉强自己做 造成受伤或者自卑都不定的 我建议其实应该是用一些时间 去做好一个具套 或者让学校適应 想多些不同的 即发现多些的问题 解决了 然后才去立一个成分史 就是说这一两年可能就是计分 但是就不成分 因为这样做的话 就能够让学家 就有更原地的一个机制 就去令到这个成分做得更好 刚刚听到朱卫林校长的意见 他就说 譬如用体育去计分的话 都可以理解为 譬如有些学生在某些科目是叹的 某些科目是差的 譬如以他自己为来 他自己就说唱歌不好 那可能音乐如果他要成分 可能比较低分 你自己怎样看这一件事呢 就是会不会只是天生残缺 或者有医生证明的 才有豁免 那如果他真的可能肥胖 或者体育比较差一点 那成分他的分数低一点 都是正常的 你自己怎样看这个的理解呢 在某些科目以往就没有进入成分史 那我认为 一定要完善那个机制先 就是如果是 就是天生残缺 或者是尼灌的那些学生 其实我们未必一定要计 他的实际表现的 可以看他的进步 譬如很多是量度出来的 就是看他的进步 进步大的 那就高分 如果退步的 那即使他的表现很好 那可能都是 未必是加分的 这个可能是需要时间去研究一下 那如果譬如以一个进步的程度去计分的话 需不需要譬如体育老师多很多的 譬如时间去真是记录低学生这些的过程 那对人手的那个要求 或者他们的负担会不会都比较大呢 其实现在呢都是由老师去帮手计的 就是一向的做法就是 学生互计 接着就老师去计 但是如果真的立入程分史 那这个一定是交给老师去做的了 那也就是说呢 就是如果将体育科立入程分史呢 那其实就会令到学生就更加 注重运动啦 注重健康啦 不过我认为这个呢 就不是应该是透过行口署去做的 而是透过教育啦 就去达到的 那因为其实这一个 就是信念呢 应该是一种价值观教育来的 是 所以可能在价值观教育里面呢 就下了一些功夫 刚刚议员提到说 另外一个关注点呢 就是平时分 如果常识科 现在的分数呢 其实最多两成呢 可以是平时分啦 那如果将会是分拆了做 人民科学科的话呢 现在呢 消息就说教育局呢 考虑着调高科学科的平时分 那个占比上限 就学界普遍认为呢 可以增加到百分之三十 你自己认为 多少才是合适呢 学界呢 或者是你的意见是怎样的呢 那现时最多就是二十分的平时分啦 那大部分校长都会认为呢 是要上调的 那普遍意见就是说 大概三十啦 那我就觉得呢 可以更加高的 例如四十 甚至是五十的 因为现在那个考试压力都比较大 那平时分其实都是很多样性 很多元化的嘛 包括你做专门的演习啊 平时的学校的态度啊 甚至是你去外游的时候 那些的表现都是可以作为其中之一的 嗯 好啊 如果真的那个程分制度或者组合要改变 始终常识科一变二啦 也都会多了一个体育科啦 你自己担不担心整体会增加学生的负担 或者一些比较紧张子女学业的家长 他们要跟进的东西又可能多了 我想如果调到那个平时分是多些的话 而那个考试的比例啊 或者那个评估的模式呢 就是去调之下呢 那个压力呢 应该就不会是增加的 嗯 好啊 谢谢你朱国强跟你谈到这里 朱国强是立法会议员来的 二线1872311继续开放 欢迎你发表 对于小学情分组合一个改革的 你有什么意见都欢迎打来的 我们稍后继续 8点38分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 在休息之前我们说到就是教育局正在检视小学情分史 相关科目的比重的 欢迎大家带来 1872311发表意见 有报道就引述消息就说 就是原本六分是常识科 将会分拆成人民科和科学科 各占是两分的 另外也都会将体育科 纳入去呈分的一个科目 考核项目体色能 也都和这个校本元素会各占一半 电话旁边请来另外一位嘉宾和我们谈一下 就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 副系主任雷洪德 早晨雷Sir 早晨彭德尚 早晨彭德尚 早晨 雷Sir 你怎样看 将体育科 纳入成分线这个安排 对学生来说有什么好处 其实我们就整个的小小的改动 我们不能够只是单体育科 我们看整个学生整个的全人发展的成长 那因为体育本身来说 就算你说现在清华大学 你体育学生 就是所有清华大学的学生 都要是体育的考核 如果他不合格是不能够的 那其实这些体育的考核 都不是一些新鲜的东西 只不过现在我们在整个课程的一个统整 一个全面去看的时候 发觉其实体育 其实是对于一个青少年的成长发展 除了是体格之后 他的意志 精神健康 他怎样去互相尊重 这些所谓价值观的元素 其实体育的功能 在过去这二三十年 很多世界各地的教育研究 已经肯定了 所以现在教育局有一个这样的改动 这个我觉得是随着大小对于全人发展的方向 价值观教育 而且整体来说是两分 其实在整体来说 那个比例都相对是合理 那现在其实教育局那个体育的课程是佔了 总课程的时数大概是五至八个百分点的比例 那如果你说五至八分点的比例是用两分 和这个譬如音乐 试艺科 那看齐 这个其实做法 我都觉得教育局是这个发展的方向 相当之合情合理 雷洪德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 继续问回雷Sir 以你了解现在学童的体能 或者肥胖的情况是怎样呢 家长 老师 学生对于他们的运动重视程度又是怎样呢 其实首先就是体育的平衡 大家很多时候 因为现在都是受到奥运那个效应 香港的精英运动员代表有卓越的表现 而是对于学校的体育是有所少少的误解 就是很多家长都说 咦 你去做运动啊 以后你是不是去做运动员 其实这个概念在全世界的体育发展来说 都不对的 因为体育运动对于提升个人 特别是青少年那个身心的健康这个 是每一个学生都应该得到的权利来的 那只不过就是有些学生 他可能在体育各方面的天分好些 他走了运动员那条路而已 就是很简单 同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小时候小学的时候 每个都学唱歌的嘛 无论你唱得好不好 那同一个概念呢 所以体育运动在学校的地位呢 就是相当之重要了 那当然刚才有议员都 我都听到就是说有些忧虑了 那其实就是说正正是体育能的平核呢 这个数据呢 就是体育能奖励计划 和在香港大学叶柏强医生 他们那个团队呢 都已经收集了我记忆都有30年的数据 所以体育能的数据的平核呢 那个客观度和可靠度呢 是相当之准的 是 而这些数据也都我知道在大学的学者 也都在国际的一些教育啊 或者是二科的一些国际的论坛 都是分享过的 那所以那个体育能我就觉得不需要担心 反而另一个大家可能关注的就是那个校本 比较少一点讨论的 因为校本呢 就现在在几百间的小学里面呢 那个设施是有所不同的 体育文化也都不同的 有些小学可能很着重是在学界的比赛的 那有些呢 就可能是着重在其他的学科啊 那样的 那所以在业界呢 前线的体育教师呢 这个都有一些讨论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教育局都 他这次推出之前呢 除了咨询了校长 学校的代表 其实前线的体育工作者呢 他都有很多的咨询的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透过协商呢 是就是做到一个客观的准则了 那刚才都有一些讨论就是说 一些可能是特殊需要的学生 那他是可能在个运动技能那方面 是可能未必能够是做到 比如可能他天生有一些医学上的一些障碍 那但是这个我觉得 现在在现行学校的机制 在教育局的安排呢 其实可以做一些是 为一些特殊需要的学生呢 是做一些就是平核的 比如在个知识层面 在个态度的层面 参与的层面 他对体育的欣赏啊尊重啊 那其实这方面 现在的平核来说 都是接近是相知全面的一个状态 嗯 刚刚我们的讨论都有讲到 就是校本元素 究竟用一个什么的方法去平核呢 雷Sir你自己看 就是说可能学校设施之间 会有不同 那刚刚的讨论就是说 会不会有一个面试 甚至乎一个考试 去平核学生 在体育方面这个校本元素 你自己觉得有没有需要这样做呢 某程度上 如果校本的意思就是说 由学校按自己学校的 那个专业的情况 而是做了平核 那其实如果我们在学术上 去看回一个学生 所谓那个体格体质 他那个体能上面的发展呢 我们有三个方面的平核 通常第一个就是 他参与的态度 他对于体育运动的欣赏 尊重 这个正正就是 譬如在现在的奥运里面 除了是运动员有追求卓越的表现之外 其实相互尊重 欣赏 这些都是我们的态度 而在这一方面呢 如果能够是做到一个平核呢 其实是引申到这些小朋友 长大了之后 他对社会的一个正向的态度 他对社会 譬如现在我们来的全运会 我们需要成一万个社会的义工 那这方面呢 我觉得在学校如果有平核的时候呢 有一个很好的啟发的作用的 那第二个就是一个运动的技能 那在现在的教育局的体育伙前里面 都很清晰就是说 掌握一些技能呢 希望那些小朋友长大了之后 他能够延续到他的运动的习惯 例如 他懂得打Bang Ball 他懂得打Bang Ball 他懂得打Bang Ball 之后到他出来做事了 譬如范德彰 你做完千禧年代之后 你和这些同事下班 可以大家都去打Bang Ball 那有一个很好的社交 很好的维持 你这个锻炼的身心的健康 那第三样呢 就是一个知识的层面 知识的层面 也都在我们教育的层面 就是说 认知的学习能力 那因为体育相关的知识呢 其实现在都是摆在Steam的 和科学 这个数学 其实很多是一个联系 那所以在这个校本 只要在学校里面的层面 就是有态度 技能 和知识这三个层面的平衡 那我觉得 学校是这个把关 因为教育局 都有一个质素保证的小组 是看着那些学校 所以我都觉得在校本上 都对他们的做法 都挺有信心的 但是雷Sir你自己会不会担心 那个结果呢 就是最终要靠考试去推动 比如学生减肥 或者做运动 因为考试才重视体育 其实体育的价值应该是怎样 怎样可以从小培养小朋友 对于体育的热冲程度 其实这个我们中华文化来说 德智体育这个美 那我们小时候 已经是有可能过千年的一个历史的延续 那一个事实上 一个全人的教育 是不是需要考试 才是要那些学生做呢 这个当然社会上 有不同的观点的角度的讨论 但是现实 就是过去这二十多年的教改 其实看到的现象 就是让我们反思 就是不考那些 大家是不理的 就是我们小时候读书 其实一课中文 那可能有二十课课文 那可能是考十五课 剩下的五课 我们的同学都会去看的 但是现在今时今日是不会 那所以用考试 来带起大家社会的关注 他对个人的身心健康发展 特别是体育 对精神健康的帮助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 我觉得又不是说需要很大的 对于他一个很扶贫这件事 那反正就是 现在我们说的 配合国家的发展 其实健康中国 在2016、2017年 出了一个很清晰的文件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青少年 那个体质 整体来说是差的 刚才我也回应你问到 那个学童肥胖的情况 在疫情前最高的时候 去到小学生 大约是25个百分点左右 四分之一的学生是肥胖的 那这个对于我们将来 社会的医疗开支 对于他的社会的生产力 因为学童肥胖 到衍生去到成年人肥胖 在外国的数据 已经追踪了几十年 看到大约是有七成左右的学生 就是长大了都会肥胖 肥胖的时候 他的医疗开支 他的社交能力 对他的工作的能力 都看到有影响 因为我们学术上 这些人家外国追踪的文献 已经有了 所以我觉得考试 只不过是一个平台 可以提升各位家长 学校 学童对这个关注 还有教育局近年都推出了 一个中止高强度的运动 就是60分钟 就是MVTA60这个 似乎那些学校反应 都是一般一般 就是可能有些传统的着重 就是学术成绩的学校 其实就可能相对这方面 就没那么着重 所以有一个考试 只是两分的考试 来做一个全港的提升 那关注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好的 还有都有个数据给大家分享 其实疫情前 疫情期间 就叶柏强医生他们的团队 其实都有很多数据分析 就是我们学童 小学生的肥胖 去到是40% 所以你想想这些数字 其实是对于我们 这一代的小学生 他们成长大之后 对于我们 我们说现在香港是抢人才 培训 就是未来的青少年 那个对社会的投入 他的能力 其实健康的体格 这个是必须要做一个马关 所以这些数据都看到 我们应该是要走前一步 我觉得这个是教育局都很欣赏 今次教育局的做法 各家人士切物进入区内 以免发生危险 二线17231继续开放 接听大家的意见 另外我们转说 就是成建多项政府公务工程的保华建业 继五月被指拖欠房协朗延地盘的薪金之后 上周二再有负责港岛路政署工程的外判工人 向劳工处求助 指控保华建业拖欠六月份的人工 加上遣散费、代资材料费等其他开支 欠款接近2千万元 一批工人昨天也到路政署 在北角政府合处的办公室出面抗议 协助工人追讨欠新的建造业总工会说 路政署安排资方和劳方回眠之后 保华建业承诺会在今周四支付相关欠新 路政署也回覆我们的查询 已经即时介入了事件 与各方协调后大约120个受影响的员工 昨天已经获发了六月的薪金 路政署也会继续密切监测事态发展 也已经促请承建商要尽早解决问题 电话旁跟我们谈谈 有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 也有另一位被拖欠新金的员工人 就是刘先生的两位早晨 早晨 早晨 昨天有几十个路政署的外半工人 就说保华建业欠新 接着就去到北角政府合处 外面求助 据你所知周先生 有多少个员工被拖欠新金 拖欠的情况是由何时开始的呢 据我所知 应该有120位工友受到影响 他主要都是追六月份的新闻 是 路政署就说 120个受影响的员工 就已经获发六月的人工 事实上是否这样呢 是否没有去到现场抗议的工友 他们已经在昨天拿回六月的人工了 按我所知 我都问过一些工友的 工友就说 其实他们上个星期已经在労工署登记 那应该那班 就是昨天那班工友分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已经在労工署登记了 另外一班就是未登记的 正如刚刚主持人所说 就其实他们都搭乘协议就是说 那个保华他们会在礼拜四 就会出票给一些工友的 但是我都收到消息 就是有些工友 其实他如果早登记那些 是已经收到支票的了 那未登记的工友 他们陆陆述速会帮他登记工友 会登记这样 好吧 我们和工友刘先生也聊一聊 刘先生可不可以和大家说一下 你的情况是怎么样 是不是一直都在帮保华 在港岛做着労政署的工程 是做着什么类型的工程呢 早上各位 早上 首先我多谢劳政署 劳工署麦小姐 保华的工程 对我们这次的行动 其实不是行动的 其实我们做事就是 做回我们的东西 拿回应责的东西 很多时候大家要协调 工人就是拿些钱 开米饭和很多家计支出 如果我们不去抗争 不要说抗争 我们已经可以了 很多时候工人代表了 心声务政主席协助 我们是很快乐的 你是不是第一次帮保华做事 之前有没有试过被拖薪 保华都可以的 出薪是有时的 但是现在我不知为什么 最近工资突然间就没有了 那我们这些人的开支很紧缺 所以要问他 那他没有声音 所以我们要和他讨论 那去到劳工署麦小姐 又和我们去写东西 各方面 道政署他又帮忙 其实保华都很帮忙 这次他都给了些粮 那些人 那些工友 还有三百 好像三百六十多人 就等他要派的 就开会的情形 他跟我说 就说 昨天都OK的了 昨天都好像拿了票过来的了 那小姐说有票出的了 就是他就守承诺了 那还有呢 那个仅有二百多人呢 希望他尽快保华的工人 都比较挺着急的 那些人 是 那些人的钱 有些人拿财务 借一些 盖息 那家庭有很多 要开支 很多 就是希望去看出 就是这样的情形 好啊 我们也和香港建造业总工会 理事长周生 聊一聊 昨天保华代表答应 星期四会向被拖欠 新金 并且向劳工署登记的工友 支付新金 你认为保华 可不可以按时去做到这一件事呢 那机会有多大呢 如果到时保华没有出到票的话 大家工友或者工会有些什么打算呢 我首先都多谢陆政署和陆公署的帮助 保华也是 昨天呢 其实我上到去的时候 基本上工人代表已经和他们开完会了 那我都问过情况 其实保华都答应了 星期四 如果未支付那些 星期四会支付的 那我相信 有劳工署和陆政署的协助 我有信心 工友会收到他们应得的报酬 他们付出了汗水 他们应得他们所应该得到的回报 那如果一旦 星期四是还有变化的 我建议工友第一时间 就过来我们工会 去和我们一起协商 我们工会 一定我们建议总工会 一定会协助工友去追讨 他们应得的回报 是否就是说 还有100个工人在欠身呢 还是还有更多的人 只有200多个 200多个 那他们全部都登记了没有 陆续都有 劳公署的劳小姐跟我说 他说你的工人很散 有些是一天十个 一天几十个 一天几十个 那我呼吁那些工友 尽一两天就一起去搞 就清楚点 一个局这样搞完 人家做事方便些 又不用这件事拖得那么久 希望大家这样去帮助 搞定所有的事情 大家开心开工 开心放工 是否全部被拖粮的工人 都是涉及路政署 在港岛的同一个项目的呢? 以你所知 应该就是 是的 应该就是 我们港岛的 是的 是的 那这个工程的合约项目 包括譬如一些 斜坡 道路构筑物 隧道 玄境设计等等 小规模的道路改善工程 如果涉及 以百人计来说 你认为工程的规模是怎样呢? 就是出现这些情况拖粮 是不是很罕见的呢? 其实罕不罕见是很难说的 这些财政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的了 就是我们只能够做好安全 这些行人啊 安全啊 那些马路有沟 我们补洞啊 那些树劈下来啊 集到人我们就维持治安啊 劈了树据啊 那些东西 其实很多都很繁忙的 就是你警察方面 有些时候要封路 或者我们挡住那些人 那些帮手的嘛 要拆为难啊 那些我都要做的嘛 就是总要为大众市民 安全全做事 嗯 我们问回周思杰理事长 就是譬如好像刘先生那样说 拖欠薪金的工人 都要以百人去计 不过他们的情况可能就比较散 但是可能涉及同一个工程项目 譬如工会来说 可以怎样帮他们 接下来有什么进一步行动呢? 其实呢 我们工会呢 会帮工友去登记的 就通知了 勞工署 以及用我们的渠道 和保华接触 那样 最好工人呢 就要懂得去找工会 上来 我们工会呢 随时开放的 建议总工会 那些工友呢 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就上来我们工会那里 我们收集完工会 我们有权益主任呢 帮他们一起 明白 好,和两位聊到这里 谢谢